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宝宽 今天介绍的依旧是韩国的经典恐怖片《灰姑娘》 故事开始,秀精紧张又窃喜地躺在病床上,准备着手术 因为这次的手术是脸部整形手术 手术成功的话,自己就会更加漂亮 所以他满怀期待地闭上眼,等待接下来的惊喜 恶好友嫌弃的妈妈正好是一家医院的整形医生 同时也是秀精这次整形手术的主导医生 此时刚打了麻醉药的秀精,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突然听到门被打开,好像有人进来 本想扭头一看究竟,却无法动他 就在他惊慌不安时,医生出现在眼前 秀精的手术很成功,确实比之前更漂亮了 同学们也都纷纷选他当绘画模特 台下的同学对他的变化暂不绝口 秀精听后也是喜上眉梢 这时制作泥巴雕像的行秀 不小心用刻刀划到了雕像的脸 而贤秀却莫名地感觉自己的脸也被划了一刀 而后就大叫着跑出了教室 此时脸上的鲜血越来越多 耳边却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把你的脸还给我 秀精慌张地四处看去,却空无一人 此时贤秀正好追出来找他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而秀精这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根本没有伤口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而已 后来几人在等公交车时 一个老人过来递给他们几张寻人启事 上面是老人失踪多年的孙女 这天晚上嫌弃的好友都来为他庆祝生日 这在大家高兴地唱生日歌时 秀精却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 而其他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异样 难道是自己过于敏感了吗 秀精急忙跑到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自己漂亮的脸的 秀精很是满意 耳边又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好漂亮啊 可惜那是我的脸啊 秀精赶紧再次冲洗脸部 没想到这次起身照镜子时 竟看到了一个毁容的自己 吓得他又大声尖叫起来 然后拿上自己的东西 匆忙离开了贤秀家 回到家后 秀精竟直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好几天 好友担心他出事 便叫来了贤秀和他妈妈 希望能劝劝秀精 贤秀来到秀精的房间 里面一片漆黑 秀精全缩着身体 害怕地坐在地上 原来是秀精从做了整容手术后 就感觉自己的脸变了 总想把脸皮撕下来 这时他又莫名地听到那个恐怖的声音 我会让你变漂亮的 秀精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将贤秀推出了房间 然后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看着自己的脸 耳边还不断地传来 夸赞的声音 当其他人听到秀精惨叫后 急忙冲进房间 发现秀精早已死去 而他的半张脸已经被割去 模糊不清 这天贤秀在家里做面膜时 突然梦到了死去的秀精 斥责都是他妈妈的错 紧接着就感觉 有一双手在他的脸附近徘徊 然后用力按上他的眼睛 贤秀赶紧抓住对方的手 大叫着从梦中惊醒 原来是噩梦 因为一直找不到妈妈 贤秀便来到了地下室寻找 这是他第一次进来 因为妈妈静止他来 看着灯还亮着 他便随意地翻了翻 竹子上的文件 都是一些整容者的资料 一张黑乎乎的整容照片 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吓得贤秀大叫一声 摔倒在地 而这个人正好是他的妈妈 妈妈大声赫视贤秀 谁让你下来的 而另一边 贤秀的两位同学 则探讨着两人整容后的 相似经历 做手术时 总感觉有东西在床下爬 手术后一照镜子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而后两人为此 找到了贤秀的妈妈 贤秀的妈妈表示 两人对秀精的死太敏感了 那都是幻觉 不需要担心 一切如常 而贤秀则细细 查看着从地下室里 拿出来的照片 上面是一个 面部被烧架的女孩 可背注的 却是自己的名字 于是决定去找爸爸 问问这件事 恰好被妈妈听到 妈妈便偷偷跟着贤秀 来到了前夫工作的地方 就在她等贤秀的时候 却回想起 多年前的一件事 当时她开车 带着小贤秀来找老公 把小贤秀一人 留在了车里 独自来到老公单位 竟看到老公在偷吃 就在两人为此事 争吵不休时 自己的车子突然爆炸 小贤秀被烧得面目全非 各大医院都无能为力 妈妈只好去教堂祷告 没想到却偶遇 一个走对的小女孩 后来小贤秀 被接回家养伤 而那个走对的女孩 也被带了回来 安置在地下室 还称自己妈妈 这时贤秀出来 打断了妈妈的回忆 见贤秀已经离开 妈妈便找到前夫 贤秀妈妈认为 前夫没有资格 见自己的女儿贤秀 而前夫认为 亲生女儿早已死去 现在的贤秀 只不过是前妻 从教堂领回来的 那个女孩而已 当全身湿淋淋的贤秀 见到妈妈后 一把搂住她 向妈妈道歉 妈妈则欣慰地认为 女儿已经知道实情 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 就在贤秀洗澡时 妈妈却见到了 另外一个贤秀 正在楼下按着门铃 妈妈不知所措地 按了开门键 可这个贤秀 进来后闷闷不乐 妈妈关心地 询问女儿 发生了什么事 可贤秀却更加生气 表示自己并不是 她的亲生女儿 只不过是 那个死去女孩的替代品 妈妈气疯地 杀了她夜耳光 当这个贤秀 伤心地回到房间后 妈妈赶紧来到浴室查看 只见鱼缸里 满满的泡沫 只能听见女儿的身影 却看不到人 此时坐在床上的贤秀 突然摸到了一把头发 急忙起身 掀开被子 只见一个女人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吓得她发出 阵阵尖叫声 再看去 那个女人又消失了 第二天 好友发现 寻人启事上的女孩 和贤秀有点像 贤秀表示 自己就是那个走丢的女孩 而那两个 做过整形手术的学生 开始出现吓人的举动 在教室里拿着刀 在对方的脸上勾勒着 好友还发现贤秀与走丢女孩 长相虽一样 但眼睛颜色 却不相同 贤秀也很是不解 说着两人来到了教室 却见到了鲜血 鲜血淋漓的两个同学 当警察赶到后 两人因失血过多 早已死去 为什么让妈妈 做过手术的同学 都死了呢 贤秀很是困惑 难道是和自己 被换过的脸有关吗 她再次来到地下室 寻找线索 就在她翻看资料时 突然听到大门关闭 便急忙跑过去 大声呼喊妈妈 却没有人回应 而妈妈却对此全然不知 以为家里躺着的 才是自己的女儿贤秀 就在她准备离开女儿房间时 却听到一个女孩 喊妈妈的声音 被扭头向后看去 此时她好像看到 自己正为亲生女儿 做换脸手术 把丢失女孩的脸皮 移植到了亲生女儿的脸上 后来丢失女孩被贤秀妈妈 锁进了地下室 而贤秀妈妈也曾许诺 丢失女孩 会以她一张更漂亮的脸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丢失女孩却始终未能如愿 只能整日戴着面具 贤秀妈妈也不许女孩 离开地下室 女孩也只能偷偷看着贤秀 漂亮的脸道和开心的聚会 就在她羡慕地想要出去时 却被贤秀妈妈又强行 拽回了地下室 关在常年不见光的地下室生活 女孩生日这天 贤秀妈妈买了生日蛋糕 高兴地给女孩过生日 没想到女孩早已上吊自杀 此时被关在地下室的贤秀 也看到了女孩的好多面具 和她的日记本 里面全是女孩对贤秀的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拥有漂亮的脸道 可以去上学 可以得到妈妈更多的爱 由于妈妈的一次次食言 慢慢地将这份美好憧憬 变成了横之入骨 因为女孩知道贤秀的漂亮脸的曾是自己的 所以她发誓要将贤秀和她的朋友们全部杀光 就在关键时刻 好友打来电话 救出了地下室的贤秀 贤秀现在知道了真相 便急忙跑上楼去找妈妈 当好友追到楼上时 发现里面一片漆黑 接着打火机微弱的火光寻找着贤秀 当看到贤秀后 她却表示贤秀不在着 我才是真的 我才是她真的女儿 原来这是那个丢失女孩的鬼魂 好友看到鬼魂恐怖的嘴脸后 发出惨叫 贤秀急忙寻声跑过来 只见好友已经倒在地上 妈妈则身穿手术服 神情恍惚地走过来 贤秀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甚至妈妈对自己做的一切 妈妈则看了看女儿的脸 直接给她打了一针麻醉剂 当她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手术台上 而旁边的手术台上则是丢失女孩的尸体 妈妈现在已经被女孩的鬼魂迷惑 失去理智 准备把贤秀的脸皮割下来还给女孩 此时贤秀不停地诉说着和妈妈的过往 妈妈脑海瞬间闪过和女儿相处的场景 一时慢慢恢复正常 暂停了换脸皮手术 而后就晕了过去 突然丢失女孩从手术台上坐了起来 走到贤秀身边说道 把我的脸皮还给我 就在她手起刀落的瞬间 贤秀妈妈醒了过来 跪在地上 哭哭哀求女孩 你需要的是妈妈 你是我的女儿 到妈妈这里来吧 妈妈对不起你 此时女孩的鬼魂竟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 也原谅了眼前这个伤心的女人 女孩认为女人还是把最好的母爱留给了自己 而后贤秀妈妈自杀 带着女孩离开了这里 女人不舍得看着亲生女儿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 感谢